演唱提醒大家注意的这脸书上交朋友还真的要小心了 这新北市淡水有一名国中女生 在脸书上认识了一名江姓男子 没想到约见面之后就被卢走囚禁在嫌犯家中遭到性侵 绑架时间超过两天 所幸这国中女呢集中深志 趁着嫌犯去找停车场工作的网友时 偷偷的留下了纸条 而且呢写下了父亲的电话号码 再交给停车场管理员求救报警 才终于让自己脱离了险境 头戴安全帽身材壮硕的江姓男子低着头不发一语 他就是绑架国中女生的嫌犯 没想到绑架被害人期间 他还继续上脸书交友 认识了一名停车场管理员 还带着国中女生来停车场见网友 那个男的带他过来 然后他就无声的嘴巴跟我说我被嫁 看到刚认识的网友带着一名国中女生 叶小姐觉得怪 没想到竟然遇上一起绑架爱 这个月7号江姓男子在脸书上认识的国二女生 约对方出来 竟然还把女学生带回家中性侵 绑架超过两天 9号晚间还骑车带着被害人 到淡水这处停车场见网友 但嫌犯怎么也没料到 女学生早就偷偷留下父亲的电话号码 嫌犯看苗头不对 骑车载着女学生逃跑 被警网围捕时还冲撞警车 机车车壳都撞毁 最后还是难逃罚网 女学生也被远警救出脱困 结束这一场交友恶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新闻市报道